让老美知道这家伙最好在20238月以前 能够把他给换掉 而换上蔡英文心里面所属于的人选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蔡英文终于是借着各种管道 以及运用的各种手段 前往美国去访问了 而这个访问我可以说 他简直是一个千年狐狸 准备到美东和美西 也就是纽约还有加州去演出聊宅了 为什么说他是千年的狐狸呢 这个千年的狐狸恐怕是要比卧虎藏龙里头的 闭眼狐狸呢还要再更具有血腥味 更具有杀气 此话怎讲呢 理由也不难知道 过去啊 从2008年一路以来 甚至越过了2016年还拿到了大位 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的2023年 我们觉得到 整个民进党 本来有着众多的大佬 有着众多的所谓的党外前队 有着好多的所谓的革命知识 那么其结果是什么 其结果是这些人呢 都一个一个的全然消失待机 也就是说 你几乎再也看不到 民进党有谁可以高过于蔡英文 在后面指挥江山 或者以此起始 甚至明明就还活着的林毅雄 好像也完全没有的声音 所以啊 不是这些人年老已去 也不是这些人都已经不能讲话 而是蔡英文呢 运用了他千年狐狸般的功力呢 把他们一一都给拿下 或者一一给堵上了嘴 那么为什么蔡英文会有这种奇特的能耐 老实说 你如果回到公元2000年到2004年那回 你会觉得蔡英文其实就是一个教授出身 而且那时候他在台湾的陆委会 担任主任委员 其实如果大家印象还算深刻的话 或者把那时候的片子给掉出来瞧一瞧 你会觉得那时他真像是一个教授 但是谁又想不到 事隔十多年 他就在摇身一变 不只是一个能干的吕煞星 他更是千年狐狸般的狡障 那么如果我们打开他的档案 翻开他的出身 就会觉得原来是其他有志 他的家或者是他家里面的事业 老早就已经培养出他这种千年狐狸般的能耐 理由也不难知道 当年啊 也就是在1966年1957年的两年 那时候蔡英文可是已经出生了 就在台湾读了小学小三或者是小四的时间 而他在那个时间里面呢 他就开始耳鲁木乃 为啥 因为他的家在台北市的中轴线上 而且是最邻近于当时候名列为世界十大建筑的原三大饭店 在原三大饭店大约是数百公尺之外 中间隔的只是一个儿童乐园 没有别动大楼 马上挤挨着就是他家的大楼 第一栋叫做乐马大饭店 而第二栋叫做林口大饭店 这个地址啊 分别是中山北路的三段59号和三段57号 而这两间饭店的高度啊 当时候还在老台北的阶段那会 可是已经是相当高相当气派 乐马大饭店啊 英文就是Roma Hotel 而这个Roma Hotel呢 他其实是给美军晚上享乐的 大家听到这一点就知道这是干什么航当 也就是前清那时候的八大普通里头的宜宏院 而林口大饭店呢 则是给日本人享受用的 因为他的日文发音啊 那就是Hayashikuji 也就是我们说森林里的口岸 或者是森林里的窗口 那么做些什么事就有着另类的暗示 同样他也是让日本人夜间享乐之用 而为什么会临近原三大饭店呢 因为原三大饭店啊 是不能让花布料给靠近的 就这样 所以当时候啊 那时候的二讲只好特许由蔡英文的父亲呢 来建立了这两栋不高不小 可是在当时的老台北已经算是气派的饭店 而晚上啊也就提供特殊的美女服务 那么蔡英文从那会就已经看清楚 人间百态 俗话说啊 从事这个行业的姑娘们啊 是既无情又无义的 而蔡英文呢 这个无情无义 应该就是从那会啊 就已经有所锻炼 长期以往的锻炼下来 这一锻炼锻炼了五十多年 他已经是炉火纯青了 那么他用在整个党政事务上 那就完全不含糊 连最著名在台湾被称为赖神的赖清德呢 都完全败在蔡英文的手下 谁也没有料想在2019年那回赖清德 本是如日中天的声望 可是啊 在连续七次重要的民调 都获胜的情况之下 竟然在第八次要决胜负的关键时刻 忽然蔡英文运用了特殊的手段 那民调公司做了一个手法 变了一个戏法 也就变了一个聊灾 结果是赖清德忽然莫名其妙的惨败 三家公司竟然做出来的民调 都极为相似 这时让整个赖清德团队 大跌眼镜 同样的戏法 经过了四年 这时2023 他又要如仿炮制 而炮制的地方 他是转到纽约 转到LA 那么我们可以预测 他上纽约 上LA 去演出聊斋的时候 他将变化出什么身段 变化的身段 是把赖清德所有的黑勾当 全都给翻出来 让老美知道 这家伙最好在2023 8月底以前 能够把他给换掉 而换上蔡英文 心里面所属意的人选 感谢你的收看